我們也很高興請到 河總文議員、楊國雄議員 和莊陳佑先生會作為嘉賓 參與今次的記者會 不過莊陳佑先生因為有些事正在做 現在是正在來的 所以我們稍後他才會參加 現在我們先開始了 我們的會成立的宗旨 就是你們手上的文件都會看到的 就是受影響公眾利益的法律事務 進行法學研究 以及宣揚影響公眾利益的法律知識 另一個宗旨就是 就著法律和語言之間的關係 以及這個關係對於法治的影響 對於研究 第四就是希望推廣法律的平等保障 我們會第一個研究的課題就是 法律相語的問題 我們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希望可以推廣到 就是法律全面的相語法 我們所說的全面相語法 包括了成文法則是條例的層次 以及就是案例的 因為現在法庭的判決大部分都是用英文的 稍微低級的法院都可能會有中文的審訊和中文的判詞 但是越高層次的法院都是以英文判詞為主的 我們認為這個做法是嚴重影響到法治這件事 因為葡劉民議員和梁國雄議員 因為都是在會議抽空出來的 參加我們的記者招讀會 所以我不想去妨礙他們太多時間 所以我想就是首先邀請了兩位 以一個立法者的角度 講一講就是他們在這方面有些甚麼看法 或者要先問一下 我和長毛兩個都是被惡法迫害的人 全都作為一個民謀代表 第一我們就經常被惡法迫害的 兩個都有案底的了 但是我們就不是因為自己 有時會因為公民抗命以身事法 對於惡法或者我們覺得司法 都可能出現一些不公義的狀況 我們就去為自己辯護的 我比較關注的就是 我都曾經參加過很多 在立法會裏面的法案委員會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英文法律 基本上是同僅地位的回歸之後 但是事實上大家原本就是說 從那個語言的角度或者法律條文 那個惡詞的角度來看 英文始終是比較清楚確實過中文的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你看一下絕大部分普通法的地區 都沒有中文法律的 是不是 你去找一個普通法地區 有中文法律給我看 沒有的 是香港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我們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既然是實施普通法的地方 而普通法的地區或者國家 沒有一個地方是用中文的 是不是 現在你中文的地區 就跟英文一樣 實際上就不是 正如剛才傅偉聰所說 你去到比較高級的法院的時候 都是以英文為主 尤其是現在我們 譬如你在網上要下載一些半例 主要都是英文的 你是找不到中文的 基本上很少很少 於是對我們一般老百姓 一般市民來說 這個就真的很有問題 是不是 那以前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 或者香港實施普通法的地區 那你全部都是英文的 有翻譯 那些翻譯又翻譯 都一塊塊 那大家可想而知 是不是 那很多時候 那些被告人 他是有時候 會因為那個議員的問題 是出現一個司法不公 或者不可以在一個公平審訊下 他自己去抗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都很關心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在法案委員會的時候 我是比較斟酌的是那個文字 那個中文 但是現在那個做法 就是這個法律草擬專員 他們那邊是用英文去草擬法律 然後就硬譯中文 然後他們的中文又很差 是不是 我們稍微讀那些好的翻譯名著 朋友都知道 那些好的翻譯的人 他不一定懂英文 但是他中文一定要好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這個律政司 就是法律草擬的部分 它是出現了 就是說這個法律商語 就是在專業上面 或者語文的運用上面 它是有些先天不足 又後天失調 先天不足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基本上法律的條文 英文相對是給中文那種文字 是擱折的 是吧 到最後你又還不還原 以英文為準 但是這個問題始終都是要解決的 所以對於法學研究會 他們第一個要搞的 campaign 是這個 就是推動那個所謂的 法律全面商語運動 我們是會支持的 我們希望在立法會 就是說在我們法案委員會的那個層面 或者我和長毛都是這個 司法和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會盡量利用我們的那個 即我們的職權範圍 或者我們自己可以代表民意 是吧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法律商語化的問題 我希望我和長毛都可以 在立法會的層面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我要講的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當然是 如果法律是要給那些 有份參加訴訟 或者因為一些不可抗力 而被帶去這個法庭 或者是尋求司法制作的人 一個很容易去了解 那些法律是什麼才是好的法律 否則好像天書那樣 就一定不是好的法律 那現在有個問題 我們先不要講英文的法律 本身都寫得很差的 那問題就是 我自己去打官司機 看法律 如果看中文 我英文不是特別好 但是看中文更加是一九九 那實際上 那些人阿翊文在拉布的時候 都表演過他的 對於法律翻譯的 那種奧捉法 那這些是否不可以做呢 現在 特區政府的律政署 和律政司 從來沒有說說不可以做的 但從來沒有有系統這樣做 即是說任達王毓民在那裡罵他 他就看不到 這個非常之可恥 他也有分改過 可恥 非常之可恥 我就覺得中國人的社會 大部份的語重人都是以中文為無語 如果政府和律政司律政署不處理這個問題 是完全不應該的 而立法會的議員不處理這個問題 都是應該的 所以我和毓民一定會盡力而為 亦都希望全會盡力而為 第二個呢 有另外一個就是對法學研究會 我有一個非常之深厚的期望 就是要將這個司法機關的黑洞打破 因為大家要明白 毓民卿比得到好成 就是斥責和訪問 當然據上訴 他可能是報應 也很大機會是報應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是報應的 所以由這個裁判法院 一級級到十級以上 去到終審法院 這些法官的操守 他們的能力 能否與時並進 如何考核呢 是有沒有人看著呢 有看的時候 如果他說在制度上有看的 如何令我們看到他的考核和監察呢 這個老實說 在現在的系統 在我們的制度上其實沒有 你說這一個人很奇怪的形象 雖然我們呢 就說三權分立 其他人不要理他 但是市民為什麼不可以理他呢 所以其實我的意見非常簡單 全會的第四權 全會應該可以監察 而且這個司法部的運作 以至那些他們裏面 如何做事 如何考核 掌情 全部應該是公開的 最少給全會 由全會的監察 因為你說立法會的監察 就是說這個 防外這個司法的獨立 是不是 政治化 為什麼這個公民社會 和這個傳媒呢 是不可以的 其實傳媒都很怕法庭的 我說真的 法官是壞人 沒有什麼人敢說 這個道浩城 是爆大冷的 其實傳媒都在現代的社會裏面 不明白所謂藐視法庭 這一個這樣的概念 其實日新月新 是不是 越來越新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最大碎生可期望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和毓民都是 苦於此 是不是 當那個法官是 無論他是 好像我形容的那裡 常常是刺力低下 這個 意見偏頗 而出現弊柳 或者是一些法官沒有受過現代的訓練 去處理案件的時候 沒有引入最新的人權的概念 我們都是吃虧的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 我們法學會應該是 最少做到這兩方面的工作 我們會很簡單地說 我們冒死去監察這個司法機關的事情 那為什麼冒死呢 因為在這裏 最少有兩位是會落幕的 欲敏和我 是會落幕的 沒有辦法了 雖然現在我知道 這樣說是很難聽的說話 馬上聽到都可能很生氣 但是沒有意思 我一定要講出 我一定要講出 香港很多小市民的心聲 很多傳媒的心聲 很多法律界的人的心聲 我多謝 毓民和長毛的發言 其實他所講的 第二方面的工作 亦都是我們會打算做的工作 關於司法國民集的問題 就是會由我們那個研究總監 是Mr.Michael Scott 遲些會去進行的 因為長毛和毓民 四點半鐘有個會 變成可能要去 他們可能要去 他們現在要去罵蘇慧 我現在要去罵蘇慧 不好意思 他要去罵蘇慧 我們要去罵蘇慧 那麼 我們的會議 還有一些其他成員 我現在可以介紹的 我們的秘書 就是司徒哲學先生 另外就是我們那個 司徒哲學先生 司徒哲學先生 現在就是在中大讀政治 政治學的 他過去也有協助 農民去準備議會的工作 變成他對於法律草擬 出現的問題 他也有些認識和理解 另外一位就是 我們的師父和外務 的委員 就是周俊喬先生 周俊喬先生 周俊喬先生 就是 之前是 在浸會大學 錄學之系的 現在他在 倫東大學 讀一個校外課程 都是修讀法律的 所以他對於法律出現的問題 是很有興趣 而他自己個人 也是最近 剛剛 是在 Grow 讓他在 處理一些法律事務的時候 所以沒有困難 另外那個研究總監就是 Mr. Michael Scott Mr. Scott就是前律政司 高級助理律政專員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政府 他現在同時是一個學術研究工作 他現在準備了他的書 叫做 Judicial Dishonesty 就是把一些司法界的另一面 可以告訴公眾 另外我們的榮譽顧問就是 黃克明先生 黃克明先生就是香港的大律師 他也是對相與立法 是有很長期的研究的 我認識了黃先生差不多有20年 其實就是相與法律這個議題 他20年前已經跟我說了 不過說完之後 原來這20年 在香港的狀況基本上沒有改變 所以他在這方面也很有心得 黃克明先生就剛剛到了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之一 他就是全香港樂師會的總幹事 他長時間都是從事社會工作 也接觸了很多在法律上需要幫助的人 變成他也是很倡議平等這些原則 他也可以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和告訴我們他這方面的看法 或者是莊先生剛剛到 我們不如也請湯先生說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是相與法律的問題 在法例和判辭方面 我先在原則上說一說 因為特區當然我們重視法治 法治要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機會理解法律 以及參與去 甚至參與去修訂或者改善 就算守法的人都要知道 他所謂的法律是怎樣演繹 現在法律是一個牽涉在人很多不同的生活 除了在簡單的所謂守法和執法的關係之外 其實它都是一個社會上的經濟生活 一個平等的權利的一個重要的保障的工具 我們有人權法 有平等機會的法例 有國際的保障各種權利的條約 至少有六七條是引用在香港的 問題就是香港的人一向在法庭上很害怕 一定要有律師代表等等 如果大部份的情況 他們沒有辦法了解 比如用英文 如果用英文去處理法律的時候 我想會引起很容易引起 有些人覺得他受到排外隔離等等 所以現在我是支持這件事 雖然現在雙語法是有做到的 但是還有很多地方還未做完的 例如個案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除了是個案法例 我理解一下 很多還未做完中文 所以如果能夠做多些功夫去推動 令到很多大眾都更加不但明白法律 而且覺得他們可以掌握法律的話 而法律對他們來說 不是一個神秘的工具 是一些專業人士的壟斷的話 我想對香港推動這個法治公平 民主的核心價值觀念是很重要 其實原則上 我先講到這裡 因為我剛才講到這裡 都在這裡熱身 所以就要看看主持人 其他人有什麼補充 多謝莊先生 剛才剛才他講到 如果不打破這個商譽的問題 就會有一個專業的壟斷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都可以請黃克明先生去講 因為他在香港執業了很久 他在香港執業 首先我必須聲明 這一刻我並非執業 所以要搞清楚 我是執業到2010年 由1982年至2010年 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執業的 我也是在律政署的法律草擬科 做這個商務的立法 我想首先講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我必須指出 就算有幾分鐘我都要指出 就是香港現在這個案例 主要以英文發表或者發報 以較高的法院或者最高層子的法院的判詞 主要以英文發表 而沒有中文或者及時中文的權威 日本這個情況 在法律上 無論你是從國際的人權法 就是香港相關的 就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 以及是香港規法基本法 以及以人權法來量度 都是屬於歧視 這個概念 我必須讓香港的市民去領回 現在香港的法制 就著這方面 特區政府在實施著語言歧視 語言歧視是 我剛才所講的 所有這些相關的法律是所不用的 更加香港是有種族歧視的 好了 語言歧視是間接的種族歧視 這個在美國是有案例的 在世界上也有其他地方有案例的 我剛才分發過一份文件 叫做語言歧視概念及案例化學分析 是我自己做的小小的研究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裏面提到有一宗案 叫做劉 一個姓劉的素哥利哥拉斯的案件 是美國的 這個案件很簡單的說 就是在美國 有人以中文 對不起 甚至有人以英文去教授 所有的學生 在一間中學裏面 而其中的很多學生是華裔的 所以他們聽不明白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是要求有中文的教授 即是說不單以英文 也有中文的教授 後來這件案 打到最高法院 最終這個姓林 這個學生是贏了的 美國的最高法院指出 美國的最高法院指出 就是這個做法或安排 是違反美國的法律 關於歧視方面 而由於語言是種族的代理 英文叫做proxy 所以也是間接的種族歧視 我必須指出這些觀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極之嚴重的 就不是說 特區政府喜歡給你的時候就給你 不喜歡給你的時候就不給你 所以我們有這個建法權和人權 去爭取中文判詞的翻譯 還有我又不想詳細大禮 因為我相信我們之後 都可能會再有少許的討論 我之後再講 但我這裡又指出一點 指出一點就是說 這個題目 就是說語言歧視這個題目 其實在香港是相當敏感的 因為我們必須記得 香港曾經有一個殖民地 這個殖民地的一百五十幾年 是令我們集慣了這個安排 但現在已經改變了 這個情況所以不應該好像這一樣 我一會兒再補充 我們秘書司徒指導先生 都是就著 就著法律草擬方面出現的問題 他都可以舉一些例子 給大家了解一下 司徒 其實政府在1974年 已經通過了法定與民條例 確立了政府和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來往 是中文和英文 都應該是香港的法定語言的 在1987年 其實他進一步修改這個 法定與民條例 是定明所有條例 都是需要以兩種法定與民制定和頒布的 雖然是這樣 香港的法例中文 依然是被很多人批評的 著名學者尋文 或者知識法律界人士 而不可以 和法律業無翁文 曾經表達過 對這些法例中文的不誤會 因為現在 大部份那些法例 都是先以英文草擬 再翻譯成中文的 雖然政府沒有這樣公佈 但是大家看草擬內容 或者大家去問一下 一些律政司的人士 都會清楚 現在律政司內部就是這樣的程序 所以我現在希望可以用 上年剛剛通過的新公司法 兩個例子去解釋一下 法例中文的不堪 其實大家手上應該有份文件 就是關於草擬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草擬方式 可以新公司條例第435 庫湖6條 定明了有關替代董事的庇任時間 就有這樣的規定 凡有某人獲委任董事 以替代遭罷免的董事 就斷定該獲委任的人 或任何其他董事的委任時間而言 該人須視為猶如罪 該人所替代的人 最後獲委任為董事之日 出任董事一樣 如果大家聽不明白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其實這是甚麼意思呢 我嘗試用另一個方式表達 因為有關的規定 其實可以見到2005年 人大就基本法第五十二條釋法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該內容就是這樣的 如果行政長官未任滿 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五年任期 第四十六條定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 釋法的說法就是 如果出現行政長官未滿任 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五年任期 導致有缺位的情況 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應該為原行政長官的定義任期 其實兩者想表達的概念是一樣的 但為甚麼呢 新的公司法是這麼難明 而釋法的條文是這麼清晰的呢 其實是因為人大釋法那個 並不是先以英文草耳 再譯作中文的 但是我們香港的法律 大部份都是這樣 就是先以英文草耳 因為律政司內部人物 其實大部份都是用英文 用開英文的 所以當我們譯作中文的時候 我們譯作中文又不聰明 就譯作剛才那條那樣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香港法律的行文用詞 是各份擁場的 好像公司條例第四十四條 顧九顧B 有這樣一句 凡某資料使用者屬於正身效的 兩份或兩份以上的 第一款下的 公佈中指明的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資料使用者類別 則就本條而言 該資料使用者 須當作屬於在行登的 該等公佈中的 第一份所指明的 資料使用者類別 第一句呢 就有四十七個字 而第二句呢 就有三十六個字的 不可以呢 都講過了 真正良好的草耳呢 就是在所有標點符號 都被剷除的情況下 又不需要分行分斷的情況下 依然得到真正意義的 很明顯 剛才我讀那個 中文的條文呢 是做不到的 就算它有一個討號 大家都不明白它說什麼 這個就是因為 大部分律政司 都是以英文草耳 再用中文的一個大問題 所以即使是 我們現在所講的 1987年 已經開始實行的 商語法例呢 都其實未做到 全面的商語法的 所以我們要求判詞這個商語法 我們也都希望呢 法律漸漸是 以商語為草耳基礎 而不是單純的 由英文譯成中文 那或者之後的時候 交給周俊平先生去講一講 就是說 他在法庭所的經驗呢 去解釋就是呢 那個法律的商語對於一個市民的重要性 我想我以下下來的 講的內容呢 都會幾吸引 還有大家都會覺得幾有趣 就是可以解釋到 就是為什麼香港法律 是要推行一個商語 全面的商語 那其實我過往呢 就是面對著一些法律的訴訟 那首先最重要 就是我是2011年 71被控非法集結一案的 其中一位被告人 就是我和毓民一起作為一個被告人 大家回去有興趣 都可以仔細看看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呢 就是ESCC271 斜棟2012 那另外一宗呢 就是我現在正在進行的司法局 就是針對著超級區議會選舉 和這個地區直選聯合的 免費郵遞安排的立法會條例 那我現在就說 要去法庭去宣告 有關的立法會條例呢 是不合憲 以及要被收定的 那我面對這兩宗官司 裡面一個親身的經歷就是 首先講這個非法集結案 那如果我是被告 然後這個是罪成 那我有案例 那這個是我一個撤身的利益 那當我去準備一個答辯 以及去準備一個案件的時候 那我發現就是 其實這個非法集結的案件呢 裡面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元素 就是說破壞社會的安寧 那裡面是有一個法律的定義在裡面的 那你要怎樣去了解這個破壞社會的安寧呢 那你就要依賴一個案件 就叫做逃軍能力案 那是90年代的 但是很無奈 這個案件呢 裡面當然就有解釋到 就是什麼叫破壞社會安寧呢 那對我影響至深 第一個案件呢 就是只有一個英文版本的判案書 那意味著是什麼呢 假設如果有一個人 普通的市民 是被控非法集結 而這位市民 就本身沒有受過法律專業的訓練 他沒有錢去請律師 或者說得準確一點 就是說他本身英文的水平不高的話 那他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基本的條件 去就著這個被控呢 被控罪這個情況呢 去作出準備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很荒謬的 因為你 法律的精神 基本上是 應該是 大家是平等 那又 尤其是作為一個被告的一方呢 他應該是可以有一個充足的條件 去為自己作出準備的嘛 那另外 我們就 我就就著那個司法覆核的案件 其實現在已經是去到準備排期了 那大家入洗章的階段了 那開始準備的時候 我以為呢 其實是 就著基本法的一些條文 去作出準備 已經是足夠 但是 當我們去收到律政署的回復的時候 就發現呢 原來他的回復呢 是涉及大量的案例 就是我們英文呢 就叫做case law 那 這些呢 其實呢 是涉及一些英文的判案書 那同樣地 如果 一個普通的市民 面對著這些情況 他自己本身是沒有一個足夠的英文水平的話 他根本上在一個法律的程序上面呢 他不單是被動 而是遭受到歧視 甚至乎是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那我必須要指出呢 就是其實你現在 香港的法律呢 其實是正在行普通法的嘛 那 裡面呢 你要去以這個基本法 去作為一個法律的原則 但是你要去確實去了解到這個法律的話 你是要付以一些 付以一些 很多的案例 那你才可以去了解到一個法律的實際的運作 那其實呢 我作為本會的成員 那我就著一個法律全面相遇化這個運動呢 其實我是曾經去信給司法機構的 那 稍後 如果大家 傳媒朋友是有需要的話 我都可以引回那些信件給大家 那我就說 就要求呢 那 司法當局呢 就是解釋一下 就是現在你法庭判案書的情況 那他們的回應呢 就是說 那 由2008年8月開始 司法機構已經將 自1995年以來 所發下的 具法學價值之中文判案書 連同英文譯本 上載至司法機構的網站 作為資料庫中 新增的分類資料 那這個回覆呢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那我提出第一個質疑 就是說 它是將 1995年以後 它認為具法學價值的判案書 連同的結本呢 就上載到網站 那我想請問就是 95年之前呢 譬如我這個活生生的例子 正正是反映到這個謬誤了 我被控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裡面呢 有一個判案的元素呢 就是 說的是破壞社會安寧 那你要怎樣去準確拿捏到 這個破壞社會安寧的解釋呢 就是你要根據屠軍行案 而這個屠軍行案呢 正正是93到94年的案例 也是95年之前的 那所以 我作為一個被告人 我面對的 又或者我所依賴的是 純英文的判案書 我是沒有一個中文的譯本 更加嚴重的是 但是我們認為呢 其實 就算你把一些英文的案例 或者判案書譯成中文 但是那個不是一個法律 是沒有一個確實的法律地位 我們認為就是說 我們香港始終是一個華人的社會 華人為主體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面對著息息相關的法律 但是我們竟然是 不可以用我們的主語去作為一個了解 或者去研究呢 而我們未來呢 都會繼續呢 都會繼續呢 這些這樣的途徑 譬如是抗爭的途徑啊 又或者跟立法會議員 又或者司法機構 有關當局去 進行研究 交談和商議呢 去推行我們 法律全面相與法的運動 剛才周先生所說的 就是他跟司法當局的溝通當中 司法當局的態度就好像 我認為重要的 我認為可以給你看的 他們就會做 就是剛才王康明先生說的 就是選擇性的 或者我們叫王康明先生再補充 不好意思 剛才我講了一半 因為大家走開了 我還未詳細再講 我想回應剛才周先生所說的 就是他的親身經驗 我講我的親身經驗 我就是200 對不起 是2010年 就做了一宗上訴庭的案件 意大利斯身份 而當時這個案件 是關於語言歧視的 但是這個案件的判詞本身都是用英文的 雖然我所針對的就是 正正是那個案件相關的案情裡面 有人是被歧視的 由於他不懂英文 但是那個判詞本身都是用英文 發出來了 換句話說 如果有人想查這個語言歧視的這個案 其實就是民事上訴案164邪凍2007 這個案件的編號 相關案件名叫周小煥 好了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案呢 我想講香港這個特殊的後殖民地環境 其實講到語言歧視大家都很敏感 敏感的意思是什麼 敏感的意思是因為之前殖民地的歷史的原因 引致很多人 他會對於有人提出這些事情 他會害怕或者擔心 而我本人的經驗就是 在上訴庭這件案件之前 是有人 我作為大律師的身份 是有人向我提出威嚇和勒索 是叫我撤銷或者修緩相關的 就著語言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層次 向我洗出這個橫手 就是說如果我按照這樣做 我不去進行這些語言歧視的層次 我就會得到什麼什麼好處 如果我按照做我會面對什麼的後果 這個就是我的經驗 所以我說這個是非常敏感的一個話題 也有很多人很擔心 如果我們將法輪會的方向 在那邊推進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經驗 那說回這個歧視的問題 就是它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換句話說 正如剛才周灯所說的 我們是不應該祈求特區政府 給我們這些案例的重刑 我們不是要祈求 這是我們的權利 而根據國際人權的公約 我想說的就是這個 國際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公約裡面 其實就著這一方面 是有很具體的規定 在第二條和二十六條 方面是禁止語言歧視 也都是要相關的政府 去確保他們的國家 或者司法地區裡面的人 是得到平等的待遇 在這方面 正如我剛才派給大家那份的材料 就是我自己所寫的 《願歧視概念及慣例法》 和分析裡面 我想只是簡單提到一樣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關於這個公約 是有一個聯合國的機構 叫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它指出所有簽署這個公約的國家 或者地區的政府 是有責任建立相關的法律制度 以及其它立法行政 政治及司法措施 目的就是從制度上保障這些權利 那司法措施當然就是 司法當局或者司法機構 它要行的措施 就是說它必須所有的官詞 是中英文区備 我更加想講一點 就是根據《基本法》所講的 其實在香港這個特區成立之後 是應該在政府的運作上 是以中文行線的 相關的條款是講到 就是說 特區的政府 無論是行政法或者是立法 是用中文來運作 也都可以用英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所謂是主次分明 但是香港現在就反過來 這些判前就是英文行先 中文就是可以比可以不比 有時比有時不比 這個就是違反《基本法》第九條 對司法機構需要優先使用中文的規定 好了 那當然如果特區政府 它是不給你 那你有什麼做呢 其實你沒有什麼做 因為為什麼呢 那你難道去 用訴訟的方式逼它給嗎 那逼誰呢 那我就想回回 剛才周生講的那個司法部隊的回應 好像就說 你就問特區政府拿 那個中文版本判詞 但是我又不知為什麼呢 司法機構本身不是特區政府的部分呢 那這個或者我又交回給周生一會兒再補充 但是我想在這個階段呢 就是再一次指出這個歧視的情況呢 在香港這麼特區的情況下才可以被容忍的 我們不可以想像 如果在英國 在法國 譬如在英國 你用法文來頒布法律行不行呢 不用英文 或者在法國 你用英文翻譯不行不行 又反過來如果在香港 來講呢 如果由明天開始 所有的判詞呢 主要以中文發出 英文呢 要申請才有 那我看一下 在香港的英語人士 如果不懂中文那些人 他能不能夠忍受呢 他會不會接受呢 但是我們竟然 超過六百萬的香港華人 尤其是那些不懂英文的華語人士 他們為什麼在殖民地完結了十六年 都仍然被 這個由中國人 由華人的華裔人士 所組成的政府 去不斷歧視呢 那這個就是 我想是歸根到 我們的殖民地的性質 那我總結一下 就不太詳細了 我想引用帕陽先生講的一句話 就是 我們中國人是有一種殖民地心態的 會不會是將我們的中主國 如果他曾經有殖民地的話呢 會不會是將我們的中主國 會不會將他的中主國的語言呢 覺得是很高貴很尊貴 而疲似自己的語文呢 但是呢 他講到 但是有些中國人呢 就算沒有被殖民 他也有這種心態的 恐怕呢 香港今天呢 這個 回歸了之後 十六年呢 這個社會的本質 或者文化的特色 都有這個傾向 我很希望呢 就是無論是為了 體現我們國家的尊嚴 我們民族的尊嚴 我們作為中國人 不被鄙視 或者說不再被鄙視呢 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呢 走一個 向前走一大步 以前英國人鄙視我們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今天中國人管治我們 我們仍然被鄙視 那我對於這一點呢 覺得非常之反感 到懷疑接受 我講到這一點 多謝王康明先生 所講的話 剛才長毛也有講過 就是呢 對於我們會呢 另一個期望呢 就是希望呢 我們可以打破了 司法的黑暗 那其實這方面 跟我們所講的 相遇法律 都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如果 那個司法的運作 全部都是用那個 大部分人 都不理解的語言呢 基本上這個 那個期望呢 很難做得到的 那麼 而我們呢 那個會的下一個 研究的項目呢 就正正呢 就在司法那個 的問責方面 那麼 Mr.Michael Scott 就會是 處理這方面的研究的 或者我都請 Michael 就著這方面 講一些說話 Michael, could you say a few words Yes Yes So the topic of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it's quite an important topic and one that can affect anybody or everybody at some stage potentially but it's a topic that's going to require quite a lot of research but I think as a very early statement on what we're trying to try to do is that judges as we know are supposed to be post children for good behaviour they're expected to set a gold standard for the rest of us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to be done when occasionally as they sometimes do children judicial children may have been especially naughty and their posters belong in all shame Judges should avoid the attitude that the only law is that there is no law except that one Judges are given independence, deference and immense privileges to guarantee that they are always upright and ensure a level of playing field for assigning legal contest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Now everyone means us and everyone outside this building or inside and outside it needs to be assured that if they're involved in a legal dispute the judge will not make the field uneven by misbehaviour such as judicial activism that involves even more in the facts and deciding the case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personal views and anyone and this is why we talk about accountability anyone who is victimised by judicial misbehaviour so serious needs and deserves regress the problem is that in many countries or places such as Britain, America,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Hong Kong the absolute judicial immunity overprotects judges who go astray against accountability through disciplinary or legal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how badly they behave in their office Now the solution to this is to replace absolute immunity with sensible qualified immunity which applies and works well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Ireland and especially continental Europe these countries grant judges no immunity from the criminal law and only qualified immunity from the civil liability such as for quote denials of immunity and improper delays as provided for under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Now in contrast with the obvious defects of absolute immunity the qualified immunity recognized by these countries is crucial to maintaining excellence and ethical judicial behaviour and independence everywhere Thank you Michael Thank you Michael 或者各位全部朋友 有否在我們會和工作上有否有問題想問呢 可以了解一下在座幾位 或者是述謀是否這個會的一個顧問 想問自己和述謀是一個甚麼問題 述謀都是我們的會的顧問 在我們會的工作 或者終止方面 我們都是一致的 但是他和這個議員有沒有說 有甚麼關係 本身 就是撤除了這個會 大家都是和我會的 他是顧問 你們是會長 秘書之外 有另一層的關係 周俊庭先生就是他的助理 我想問一下這個會 其實是否一個註冊的團體 我們申請了一個社團註冊 但是等待 他們政府要回覆 是 有沒有說甚麼時候會回覆 這個社團註冊條例 沒有一個時限的規定 就是牌照科甚麼時候需要回覆 但是他就規定我們 就是會成立了之後的一個月之內 是要進行一個登記 我們已經作了這個登記 但是就是等待政府正式的規註 問一下你們是博會實際上是怎樣運作 例如說推商與發育主義 那他們是會幫忙做這個工作 還是會會以EARTH政府去做 我想因為我們的資源有限 暫時我們的工作 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團體 但是同時間我們都會向有關方面施壓 就是有少少像一些 Pleasure Groups的形式去運作 我們都有跟不同的立法會議員 親自遞個信義 譬如我們 美國范國威 洪檢基 和莫乃剛等等的議員 雖然他們都沒有呼吸到我們 但我們會繼續聯絡不同的政黨 所以我希望尋求他們支持 所有政黨都一定有政黨 我想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就不會區別泛民和建制派的政黨 因為這個議題 我看不到是有分歧的大家 我們不會分黨派都會嘗試接觸各方面的人 希望推廣我們這方面的歷練 有沒有什麼法律界人士都會參與其中 或是例如巴嫂有沒有人 例如巴嫂有多些法律界人士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壓力團體之一 我相信未必需要 剛才你所說的 Bah Association 或者Law Society的參與 因為我們的施壓對象 可能就是對於他們來的 我們是向他們施壓 令到他們就迫使整個職業 進行一個施考作出改變 因為如果透過他們的力量 我想過去已經等了20年 你們整個會有多少人 暫時是 連同我們的榮幸公民就有五位 你整個會不會嗎 是的 除了中英 因為我們是一個學術研究的組織 我們不需要很多會員 我們不是政黨 除了足相遇之外 要什麼要去做呢 另一個題目就是司法問責方面的問題 剛才Mr.Michael Scott就正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講一些 有什麼案例 你們覺得需要推進司法問責 剛才黃克明先生說了一些 或者我再請他補充幾句 是這樣的 剛才Mr.Michael Scott先生 都講了很多他自己的經驗 我想說 就用我自己的 這個所處理的案件 來做一個例子 如果大家不嫌我 簡單的 長期的話 簡單的 我這裡有相關的文件 一位女士 她去法庭 申請一件案件的文件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申請 那相關的一位高等法院的寧案官 那這位女士呢 她不是很懂英文 但是她上庭申請文件的時間 她用英文的誓章 要支持她的申請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位女士呢 她是沒有律師 或者大律師代表的 因為她沒有錢 但是呢 她受到的對待 就是說相關的寧案官 就要求她 就著她所運用的 英文細章 當庭解釋其中一段 原來講什麼 或者翻譯出來 那這位女士呢 就不能夠成功這樣做 這位寧案官呢 沒有要求另一方 有大律師代表的 當事人去做同樣的動作 基於這一點 我在某階段介入 作為她的辯護大律師 由於相關寧案官的動作 我指出這裡有歧視的成罰 而作出相關的陳詞 好了 但是呢 後來呢 這件案呢 雖然我申請這位寧案官的退審 由於這個歧視的原因 和其他她的態度的原因 但是她拒絕 最終這件案是上訴上訴 就像剛剛所提的 CACV164邪動2007 那這件案呢 其實裡面牽涉大量的 司法措手的問題 包括相關寧案官的態度 她對一位沒有律師代表的 當事人的態度 究竟是不是合乎 法律 是不是合乎司法人員措手等等 那大家可以上網看這件案 我亦都有材料 不過呢 很可惜呢 都是用英文的 因為那個半字是英文 就是對整件案的一個評述 好了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案例呢 就是說我們見到 有些無助的當事人 在法庭受到的對待 令到我們很擔心 究竟 香港司法人員的措手 是不是有足夠的監管呢 或者有機制去監管呢等等 所以回應回剛才問我問題的 這位記者朋友 就是這些的例子 就令我們覺得 必須去進行這些方面 進一步的研究 而我更加需要指出 在外國 譬如舉例在美國 是有很具體的機制 去針對法官的措手的監控 而在德國 澳大利亞等等 都有不同程度的監控 在法國甚至可以起訴法官 在民事方面 但是香港呢 仍然是非常不容易 依賴司法當局自己去運作 我們很少 差不多沒有聽過 有什麼的例子 我們是知道的 是有哪位司法官員 原因是他自己的某些行為 最終是受到什麼的處理 正如剛才梁國雄議員所說 梁國雄議員所說 這種的透明化 必須是更準一步 那我就說得太多了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其實呢 在立法會的司法法律事務委員會 在七月份都會有一個議題 關於司法人員操守的問題 你老師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有合作 但是不是再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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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呢 我們很多謝各位全會朋友 今天參加你的記者端樂會 我們待會可以見